你会看到俄乎的战事还在持续 为什么扎连斯基作为乌克兰的领导人 他可以到处走的呢? 飞去西方国家做表演的呢? 他最近又飞去北欧 这次就是拜访瑞典丹麦和荷兰的几个国家 看看他在做什么 看看图图先 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反攻 近两个月都看到的效果是非常差的 我们看到德国提供的炮异弹克 或者美国提供的布雷德利的步兵战车 很容易被俄罗斯的炮弹摧毁 多大的原因就是乌克兰的制空权是没有了 他自己没有战机 他拦截飞弹、炮弹、导弹的能力又有限 所以就算德国提供炮弹克 美国提供布雷德利的步兵战车 基本上在近期乌克兰的反攻势当中 都是大量被俄罗斯所摧毁的 好了,现在乌克兰斯基又要出动了 那今次去哪里呢? 先看看 原来是去了北欧的 这张照片就看到了 他和荷兰的首相 呂特拍了一张照片 在荷兰之前 乌克兰先去瑞典 那去瑞典呢,为什么呢? 因为瑞典在6月的时候 曾答应过 援助乌克兰的 以及会提供一个叫做英诗战斗机 一只英的英 诗子的诗 也就是说瑞典 是愿意 和答应了乌克兰会提供英诗战斗机 所以 赞连斯基这次就先去瑞典 然后就问瑞典拿英诗战斗机 因为6月你答应过给我的 那为什么现在 还没给呢 瑞典就说 我们现在在讨论着 关于如何援助英诗战斗机 不过 首先 我给你战斗机 之前当然要训练你的飞行员 所以我们暂时暂时 不要谈论战斗机 我们先谈论 如何训练乌克兰的飞行员 去驾驶英诗战斗机 这个对白 这么熟悉的 好了 赞连斯基去完瑞典 然后屈美十就转去 第二个 国家就是荷兰 进去 这次好像 更加有一个实质的进展 为什么呢 因为马上就跟荷兰手上 吕特拍摄照 而在他后面 就是一只F-16的战斗机 接着呢 扎连斯基就很开心了 原来这次他出行 和太太一起去 他和太太就立刻冲上 F-16战斗机 拍摄照 拍完摄照 那就厉害了 为什么呢 他觉得拍完照之后 他就有机会得到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原来 几个月前 乌克兰的国防部长 曾经 跟 泡尔坦克 拍摄过照 结果呢 他真的是 捐进去 泡尔坦克 即是德国 泡尔坦克 去德国访问 捐进去 泡尔坦克 拍摄照 好了 拍摄完摄照之后 原来德国真的是 真的把泡尔坦给他 给荷兰 当然 后来就在战场上 被俄罗斯大量摧毁了 但是 令到陈司机就意识到 只要他 拍了一幅照 就像前国防部长那样 拍了一幅照 咦 他有机会真是 可以拿到F16战机 所以立刻 冲上 去荷兰 去拜访 手上 以及去F16战机的厂 即是停机那里 停机庫 应该说 不是停机庫 然后跟手上 拍完照 然后跟太太 立刻冲上F16战机 就拍一幅照 做宣传 好了 拍完照之后 他真的以为觉得自己 就会拿到荷兰的F16战机 然后最好笑的地方 就是他拍完照之后 然后离开荷兰 跟记者谈 就说 荷兰已经答应 提供 在乌克兰 42架F16战斗机 哇 此语一出 就震惊荷兰 荷兰的手上 呂特 右边以为 他虽然跟扎连斯基 拍了一张照片 然后跟扎连斯基上 去F16战机拍照 跟太太 但原来没有答应过 原来 荷兰手上呂特 立刻澄清 就说 其实呢 我们就没有这个答应的 我们也有谈到 就是怎么样 就是这样说 我们 如果真的要给你F16战机 我也要先训练你的飞行员 我们谈一下怎么训练 又是用这个借口 有分析就说 扎连斯基真是狮子开大口 你去拍摄照 跟着就 单方面宣布 就说荷兰会给 42架F16战机 就是乌克兰的 然后有分析就说 整个荷兰 正正只有42架F16战机 荷兰手上是不是 答应了 给42架你 42架给你 整个荷兰 一架战机都没有 那他怎么防守 他怎么做国防 听完就觉得好笑 两方面好笑 第一方面就是 这些欧洲的领导人 当他 见了扎连斯基的时候 口头上就整天开了空头支票 另一方面 扎连斯基 很好笑 他口头上 就是接收你的支票 然后向外公布 企图就想给荷兰 给荷兰 我现在说 我见过你 拍完一张照片 看到了 是吗 一张照片也有了 那你就要 给我的了 F16战机 他还要开大口 就说42架 就是说 拿了荷兰的42架 F16 人家一听这些数字 就已经在那里笑 已经在那里笑 掩住嘴里 忍不住笑 荷兰怎么会给你42架 荷兰现在说 训练着你的飞行员先 没有说到数目 也没有答应 真的给你 然后 扎连斯基就飞去丹麦 丹麦本身也是有F16战机的 所以 痕迹匆匆地 走访到 北欧三个国家 就希望 跟瑞典拿英斯战奏机 希望跟丹麦和荷兰 拿F16 而他之后就立即单方面宣布 荷兰答应给他 那就令人 也就是说一句 令人发笑 就是国怀鬼胎 表面上就答应 支援你 实际行动做的时候 就惨你都傻 这个是德国 是德国那么蠢的 德国就说 给这个泡尔坦 他真的给了他 给了乌克兰 然后就立了 那为什么说德国蠢呢 因为德国答应 给泡尔坦克的时候 美国就答应给 M1坦克 这个是 艾布拉姆斯坦克 就是当时美国 拜登说 你给泡尔坦克 德国 索尔茨 我美国就会 迟些 就会给 M1的 艾布拉姆斯坦克 当然美国 事后就没有了一件事 但是德国就蠢得 就真的给了一堆的 泡尔坦 去威蓝 那就是说一套又做一套 就是国怀鬼胎 那其实呢 说真的 如果是F16战斗机 是给你一早给了 而且不是 绝对不是 不欧 这些国家仔给你 不欧国家仔 自己都不够多 F16 F16 这个先进的 叫做军炸机 一定是英国 法国 德国 和美国 这些国家是比较多 是吧 当然美国是生产的 但是美国就不会贸言直接给F16 他有很多机会 叫英国 法国 德国给 但是英国法国 就真是理你都傻了 对不对 所以到现在 说了这么久 最终英国法国德国 都没有 给战机 沃尔兰 但是 大连斯基就不断地 虽然他自己的国家 面对战事 就不断地出差 不断地飞去西方 就是找更多支援 但是暂时来说 这次不欧之行 只是产生了一个笑话 是拿不到成果 那前一阵 其实乃尔兰兰也不仅是不欧 前一阵就去了日本 参加了G7峰会 我不知道G7峰会 关于什么事 结果令到大家都 看到一幅很尴尬的照片 就是G7峰会的领袖 互相聊天 就没有人跟扎连斯基谈 这一幅照片都可以说 正正反映 现在真正 那个 实际的情况 就是扎连斯基究竟 是多么不受欢迎 好了 讲完第三个题目 刚刚就很快就讲完最后的题目了 不受欢迎人物 这个世界就很多 但是有些地方 就依然是 招揽这些不受欢迎的人物 香港警方 袁洪通缉了其中 一位人士 就是 前立法会议员 许智峰 香港警方袁洪了100万 许智峰 这位前议员 现在就在澳洲 他被香港警方袁洪通缉 一共是23条的控罪和7条的通缉力 那背着这么重的 这个是控罪和通缉令 在身的人 那他最近 竟然 就是有一个新的发展 那他刚刚 许智峰在Facebook 就公布了消息 就说 他在澳洲 刚刚是在 昨天 上午就出席了 南澳洲最高法院 律师 应许聆讯 这个叫做admission hearing 经过宣誓之后 就获得法庭 就是澳洲当地法庭的班领 正式认许 为律师 那所以呢 他现在就已经是 一位正式的澳洲律师了 澳洲的律师 就没有分大律师 或者是事务律师 就像香港 澳洲律师就是律师 可以打官司 又可以做事务律师的事 所以 许智峰就说 他现在已经是 可以 原则上 可以在澳洲 帮人打官司 可以上庭打官司 又可以直接 为市民提供法律意见 那 许智峰就解释 在普通法制度之下 法庭会对律师的品格有严格审查 所以他在澳洲申请律师的时候 已经向法庭 和律师委员会 申报自己在香港所有的刑事记录 包括国安法之下 100万的圆红通緝令 藐视法庭罪 藐视法庭罪 藐视立法会罪 襲击罪 等等 一共加起来 有23条的控罪 以及7行的通緝令 虽然如此 澳洲仍然认为 虽然许智峰这个前议员 是一个 有良好品格 是一个fit and proper person 一个适合的人选 在澳洲执业做律师 那就是 所以 虽然许智峰 现在澳洲有新的 新的一业 可以说 他将会在 亚德雷德市中心 一个律师行 执业 全职工作 职位就是事务律师 执业范围就是民事和商业法 他表示 会义务协助前往澳洲申请政治庇会的香港人 特别是年轻人 长远来说 他希望注重在人权法和国际法那里 发展 贵为一个受通缩 赏金100万的前议员 现在澳洲有一个新的发展 都在祝他好运 大家好 石楼台已经简化了订阅流程 不用验证电邮 想附订石楼台 会更加方便 我们也优化了 视频课放器 网速比较慢的时候 也可以看得流畅些 如果有任何关于订阅 或者使用的问题 欢迎你们联络我们 你也可以在 香港办公时间 致电 3181 3890 或者用画面上这个地址 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 比较少说的 中国新闻时时分析 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 搜寻巴士力部 去巴士力部的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都 支持巴士力部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打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